所以非常建议各位 有时候老师不在的时候 或者是你觉得老师教太慢 真的可以使用这个Beam 来帮助你自学 Arduino他也懂 Uno他也懂 Squitch他也懂 你在写Squitch的时候动画游戏啊 他都会 他可以很厉害的协助你 好 那所以各位以后可以自己学了 不用一定要拉着老师哦 那么另外一件事 这个既然今天提到了这个功率控制的部分 那其实老师有问过Beam 因为我们在 使用不同的硬体 你们今天用的是Arduino的 Uno就是Qno的部分 那他有六个 PWM的通道 这六只脚是可以用的 解析度是八位元 那今天如果你用到不同的硬体 比如说 Hello Core 他也他有八只脚可以控制PWM 那他的解析度有16位元 所以他的精度就会比 Arduino更精确 他可以更精确的去控制 所以不同的硬体会有不同的 控制 脚 控制脚位 那也会有不同的精度 那这个部分给各位参考了 但是呢 你要留意一件事 硬体可以达得到 不代表你用软体 可以控制得到 就是因为我们如果你是用QBlock 你就要注意QBlock的极限 如果你用比如说你用Hello Core 那Hello Core也有很多 控制他的界面 那每一个界面写的积木都不一定能够使用到最高的精度 这个就是要你去看一下他的规格 所以如果就像 假设今天你买了一台重机 那重机的极限可能可以飙到300公里 但是呢 你在自己在骑车的时候 你自己的关系 你父母的关系 你的灵魂的关系 法令的关系 有可能你只敢 骑到80 你不可能 可以骑到300 这个就是 世间的原理 各位可以了解一下 好回家作业 好我们回家作业呢是这样子哈 你在 如果学校有3D雷切 那么你可以呢 其实可以利用这个LED做一个 文创 可以做一个招牌灯 或者班级灯 或者你做 用灯条 或者是用LED自己焊接 可以去做班级的教室名牌 或者是追星 的LED灯 或者像这些 背光灯 然后可以利用你这个 你会学会的控制方式 不管是PWM的 还是 数位的开关灯 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些创作 利用程式控制把它烧入进去 就可以达到很棒的效果 机会 各位就试试看 好那么请各位把你的学习单拿出来 我们 的学习单 这个叫知识型学习单 我们在这个单元你学到了什么 你学会什么 学会了很关键的什么东西 然后发现了什么事情 一个到三个 一个关键到三个关键就可以了 然后呢在思考的部分 我怎么用这一个 学到了这个东西去观察一下 我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是这样子做出来的 那或者是这个东西的重点跟原理是什么 我可以怎么用 然后行这边呢 我们这次来做一下创意的发想 就是 你知道了这个原理 那但是呢你还没有看过 你这辈子还没看过的东西 但是因为我知道原理了 那所以我可以 我想有什么东西也可以这样做 虽然我还没看过 但是也可以这样做 所以你还可以用在哪些地方 或者是说 我可以简单的规划一下 我想怎么把它做出来吗 请各位写在这里 画图写字都可以 画图写字都可以 好请各位 回家把这个 知情师学习单写一下 我们下一次上课来分享哦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边 哦 没什么 你们基本上课能听